大家好,我是Andy,今天是2020年11月9日,星期一的下午4點多, 今天就拍片跟大家跟進幾個市場的技術走勢和波浪分析, 看看恆子今天的走勢,恆子今天高開了26,158, 然後最高位是26,172, 因為有阻力位在上面,所以會做一做調整,看看今天的阻力位, 上一段影片就說到這裡有機會是一個4浪, 然後今天星期一就有機會是高開,然後就直接升穿這個頂, 因為上個禮拜,上個禮拜都已經做了1,2浪,1,2,1,2, 看看這裡是一個3,有機會是5, 也要看看這個浪,看看這個浪在做什麼, 這個浪在做什麼,然後去一小節圖,量一下比例, 看看這個可能是一個5浪, 在上面的比例, 看到這個5浪裡面的1,2浪,3浪去到2.18倍, 所以今早就大概在這些位置,就會開始有一個調整, 這個可能是5浪裡面的1,2,3,4, 有機會是這樣的, 也有機會有升多1浪, 變成5浪裡面的5浪, 有機會是這樣的, 現在也要看一看它, 即是裡面的調整做成怎樣的, 看一看那個15分鐘圖, 這個位置呢, 跌了下去之後, 它是用5個浪去, 5個子浪去跌, 看到它跌下去呢, 就會走過1, 1,2,3, 1,2,3,4,5, 所以大概就知道它會反彈再跌, 即是它做了一個A浪, 大概會知道它會反彈, 又不會升穿這個頂, 因為它是一個5浪的結構, 所以就不應該升穿這個頂, 如果它是3浪結構, 就有機會升穿這個頂, 如果看到它是5浪, 所以這個頂就不應該升穿這個頂, 所以這裡大概是一個, 大概是一個, 可能是一個, A,B,C, 或者W,S,Y, 都差不多, 因為這裡是一樣的, 這個位置, 即是, 最低位置一樣, 可能這裡有一個A,B,C, C, C,B,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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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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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總之這裡是一個B浪 castle, 然後A, 然後C就是C1,C2,C3,C4,C5, 如果沒有再跌穿這個位置,應該會有機會升穿這個頂 所以現在可以留意著會不會跌穿這個底,或者會不會收到25934下面 如果收到25934下面 收下面有機會再深一點 如果調整再深一點的話,不止是4浪 不止是1,2,3,4 如果調整再深一點的話,可能是1,2浪 如果再深一點的話就這樣 然後再深一點 所以現在要留意的是,會不會再跌穿這個位置 沒有再跌穿這個位置 沒有再跌穿這個位置 應該會破這個頂 然後再跌穿這個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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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現在再跌穿這個位置 也有機會再跌穿這個位置 看到有機會再跌穿這個位置 然後再跌穿這個位置 也有機會再跌穿這個位置 月線圖還未到達,未升穿的26250多,差一點點,差幾十點 所以應該可以升穿的,應該會有固惑,再看看這個月收不收到在上面 這個月收到在上面,就是利好的,利好下個月,下個月繼續做陽足 看看主要的兩個數浪行指,日線圖 看到這個1浪用了10天,而這個可能是一個3浪,它用在6天 3浪時間上不像會短過1浪,所以也可能有機會還有4天 至少還有2天,才會去到一個3浪定 因為6不是一個轉折數,所以在這裏的浪,未必會有6天,也未必會有7天 可能是8天,8天或者10天,甚至更長也有機會 所以暫時收到5天,收到5天,也沒有問題 這個調整也是一些短線小時圖級別的調整 如果看看比例來說,如果是3浪可以去到26900 看見到1浪在這裏,2浪在這裏,然後已經站穩了1比1 所以下個位應該是26900 除非日線圖收到5天,否則可以看著這個26900 另外要留意的是26900 另外要留意的是,在26900 圖中也有一個周線圖量度,在黃金比例的位置 所以要留意的是,A浪的0.618 就是26559 比例是26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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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有可能會有阻力在這些位置 所以這點也要留意 例如這位是A,B,C C是一般最少可以去到0.518 所以很難說最少是這個位置 很難說他不會再多一點 如果他最終去到1比1 這個位置可能就直接站穩 但這個似乎是一個比例上的參考 所以也要留意的 也要留意的 因為他有可能 有可能在這些位置 有一個短暫的阻力 可能會一會去到 試上的比例再上 也不定的 所以到時就要再看 這些位置 而另一個看 WSY的反彈 現在正在做X浪 如果今天能夠站穩 1比1比例 應該是C還未完結 即是A,B,C C還可以再看高一點 如果今天能夠收到 這個比例上 就是這個看法 也沒有收到5MA 所以還未確認C 是反彈 所以仍然是 加上A和C 有機會時間上 很多時候都一樣 所以 如果用了10日 這個C浪 也可能是10日 現在是6日 所以要留意 這點也要留意 看看上陣指數走勢 看到日線圖 今天就是 高開後 收了一支大陽竹 就像是一個三浪 就是這個位置 開始走1,2,3 如無意外 也是一個三浪 接著 看到周線圖 也是在向 3494 這個位置 或者看月線圖 也可以 3494 和1浪 1浪 就是整個 1比1 即是到那些位置 如果受了 可能是C浪 也不一定 即是這個是A 這個是B 然後C 如果是這樣 就比較看得淡 即是會再破底 即是 就算不是馬上破底 即是不是這一圈破底 可能也要 例如說A B C 然後做一個S 再反彈 然後再破底 即始終也要破底 如果去到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 站不到上去的話 就是這樣的看法 有可能再破底 但這個位置其實也挺低的 所以 偏向是覺得可以走這個三浪 還有這個三浪 也說不定 也可以在一個 即是說A B C 也可以在1.618比例 因為C 也可以在1.618比例 所以 純粹去到這個位置 就是看一個 黃金比例的參考 比較有用 所以 暫時 都是看這個位置 三四九成 去到那些位置 再看他站不站在上面 現在日線圖 也沒有一個轉跌的訊號 雖然是升了五天 看到他升了五天 但是 他沒有收在5MA下面 所以 還沒有收在1.618比例 確認傳跌的訊號 還沒有 確認傳跌的訊號 所以 還是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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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 這裡 好像是一個 ABC 上升指數 就是這個 看上升指數 是日線圖 日線圖 已經升了八天 12345678 第八天 做頂 所以 這裡要留意 他的調整 要留意 他的調整 暫時 他出現的調整 是比較小的 規模也比較小 就是 你看到 5分鐘圖 看到 他的調整 沒有收在1比1 比例下 但是 上面 做完一個 二次是ABC 之後 他都 這個比例 就是經常受制 所以現在可能會看能不能站在這個比例上 如果站在這個比例上,應該會破壞這個頂 即是這個比例,看能不能站在這個比例後,亦都會守著這個比例 所以其實可以看這個比例 如果站在這個比例,也會有大機會升穿這個頂 而下面方面,看能不能站在1比1比例下 如果沒有站在1比1比例下,也會看升穿這個頂 但萬一站在1比1比例下,就會看能不能站在22547 如果站在這個比例下,就會看能不能站在這裡 至少今天是升日線的第8天,所以應該會有少許調整 這裡可以看看4小時圖的浪 如果這裡是3浪的話,如果用1-3浪的波幅和5浪比較 通常是3個位置 看能不能站在29137,28873 即是0.618,0.5,0.320,28609 Dell在3101比103還立覺得只有1,2,3,4,0.3,2,3,4,0.7.3 to look at 3.645 對高速而向下,有1,2,3,4,0.5ます 這裡也像,看到是 這裡可以數到 這裡是1,2,1,2,1,2,3重 這裡是3個級別,1,2,1,2,3,4,3,4,3,4 這裡會有五,即是5 這裡會有3個級別,即是最大級別 1,2,3,4 這個就是5, 看看5浪怎樣做 如果用形態上, 它會出1,2,3,4,5 即還有1浪,至少還有1浪 這個浪再上, 應該是恆子到26,300, 或者26,500, 或者26,300 到時, 做完這裡, 美股一調整, 恆子又會調整, 就像這樣 看看黃金的走勢 日線圖, 現在有兩個看法 第一個看法就是, 黃金在這個高位, 走一個 ABC, 做一個W, 接著S, 接著Y, 完成了調整 接著就升回頂頂, 這是第一個看法 第一個看法就是調整完成, 接著升回頂頂 第二個看法就是, 現在這一層是A浪 ABC, 這個是一個A, 接著這個是一個A, B, C, 這個是一個B 究竟這個B會反彈到哪些位呢? 有一個A浪, 所以這個可以量度一下 可以透過量度一下, 看看這個B浪 究竟這個反彈B浪可以去到A的什麼位 看到大概有兩個位, 看到有三個位 就是1962,1988, 2021 如果不看升回頂頂, 應該在這些位 在這些位置轉向, 如果覺得後市應該沒那麼好 應該後市應該有機會再調整, 而這個頂頂也未必這麼快 可以參考我這三個比例 2021, 2021,1988和1962 今天呢, 試了1962, 但還未站穩 今天還未站穩, 所以看看今天能不能站穩 如果今天能站穩的話, 應該是試1988 可能是今個月, 試1988 但如果今天是站不穩的話, 就有機會下試1935 即是上一個比例, 就是1935 所以就看看今天究竟是否能站穩 如果用另一個方法, 即是延伸去看, 就是1996 看到是找到1比1比例 那就是這裡, 譬如是A,B,C C又有機會去到, 或者可能是1,2,3浪也不定 那會有機會去到1996 這是另一個量度的方法 這樣的話, 日線也沒有收在3MA下面 所以也是收羊竹, 所以也不能排除 這個A,B,C的位置也是不能排除 它每天都收羊竹, 每天都能站到3MA, 這樣便會上去 看一看短線 短線是做了一個5個浪的調整 應該說上升有5個浪 在這個位置開始吧 看到它走了1,2,3,4,5 那就是做一些調整 調整沒有跌穿這個大量 這裡的開始可能是一個1,2浪 可以是一個1,2浪也不定 那看看小時圖, 它是超賣了, 即是超賣了 那看看STC 它上次超賣, 已經在這個位置 看到一支大音竹 看到一支小時圖 就是超賣, 就是超賣 就是在這個位置 它現在又再超賣 所以又做了一個 好像大概10元 10元左右的調整 它現在又再超賣 調整小了 調整小了 這個音竹,後面這個音竹,STC上的形態差不多,但是小了,似乎比較有利 加上,這裏似乎做了一個調整浪,這個位置調整了全面的浪,這裏可能是1,2浪,然後這裏又走1浪, 然後2浪是A,B,C,一個擴張,這個是順勢平台浪,有機會是這樣的,1,2,1,2,現在就可能走3浪,因為這裏是有關係的,看到這裏是有關係的 看到這個C浪是A浪的1.618倍,所以這裏是有機會走一個順勢平台浪,所以有可能這裏開始走1浪,2浪,現在有可能是3的1,3的2,可能是3的3,這點就要留意了 假如這裏開始走1浪,可以走1浪,2浪的2浪,看到3浪可以走到1983,即1984,大概有機會是這樣的,就要留意了, 如果這裏是一個順勢平台浪,這裏是一個A,B,C,這裏應該結束了,如果這裏沒有再跌穿,即今天的最低位是1953,如果這裏沒有再跌穿,可以成立的,可以成立的, 如果這裏如果這裏沒有再跌穿,就可能要取消這個看法,因為它暫時已經在做1浪2浪,可能2浪再久一點也不停,但始終會出3浪,黃金就是這樣的看法 原油的日線圖,暫時已經在看這裏開始做了一個A,B,C的調整,現在正在走1浪2浪,1浪2浪,2浪可能又再複雜一點, 也很難說,總之會是2A,B,C,B,C又好,再出3浪,或者直接1,2浪就直接出3浪,也不停,也是這樣的看法,也是會看星關圈這些頂,看看美元指數, 日線圖就做了一點反彈,今天暫時正在呈現陽足,但如果大級別浪是這麼淡的話, 所以要看它是否真的,反彈,暫時還未有這麼快,可以站穩到3浪,就算是3浪,這樣也會受到5浪,應該是暫時看落的,所以今天也未收視,也未必說真的收到陽足,所以這個呢,就看看它, 它裏面的結構,但其實也挺低的,MACD,看到它收窄,也很低的,這一點也有一點難看,也都, 可能要看很小級別浪,看看它的結構,這樣去判斷,因為如果要說它跌5浪,其實它已經跌了,1,2,3,4,5,其實它已經跌了, 但是因為長線就比較看得淡,所以暫時都覺得是,策略上, 即使打中上面的MA就看淡,因為經常都會觸發破底, 看見到上次碰到這個MA,例如小時圖,一碰這個MA,那又會觸發破底, 那現在又準備碰下一條,準備碰到34MA,那又可能一碰又觸發破底, 就算再碰,就是55,可能又彈到這些位置,那又會是破底, 偏向是這樣的看法,看見它反彈亦都弱,暫時應該都是看淡, 其他市場都可以看好,那這條影片就拍到這裏, 喜歡可以給我一個讚,還沒訂閱Youtube,可以訂閱和訂閱, 也歡迎分享給朋友觀看,也可以加入Youtube的會員, 或者Patreon會員去支持我們,明天再見,拜拜!